没错 帮你手上的 就是高通最新登场的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 搭载 SM8475 的工程机 也是想让大家期待很久的台积电制程 前面有很主要是台积电就买的朋友 嘿嘿 这次赶快跟上了 从外观应该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台搭载 SM8475 的 ROG 工程机 并且 ROG 的调性 可以预期这次的效能释放应该会是比较好的 在极端测试场景中的表现 应该也会更接近 SOC 本身的实力 话说这应该可以说是最帅的工程机没有之一了吧 半透明的机背设计 大大的第二文字 甚至这个背盖还有雾面处理以及亮面设计 最后放上一颗LED 灯 别忘了这是一台前期的工程机啊 只能说 ROG 的仪式感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好啦话说回来 这次的重点还是高通最新登场的 SM8475 也就是旗舰行动平台的定位 上一代的 Barg1 也就是 SM8450 邦尼在测试的现在 高通还没有正式确认 SM8475 的追踪讯息 所以邦尼还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 不过没有意外的话 Snapdragon Barg1 的升级版本 照惯例应该就是 Barg1 Plus 吧 看到这里 大家底下留言告诉邦尼正式的名称吧 我们还是先看一些基本的架构 高通这次发表的 SM8475 以邦尼手上的 ROG 工程机来看 在 CPU 的架构部分 跟 Barg1 基本上一致 同样是一个 X2 超大核 三个 A710 大核 以及四个 A150 小核的设计 不过在频率上都来得更高 三个 A710 拉到了 2.75 GHz 小核也拉到了 2 GHz X2 超大核更是直接拉到了 3.2 GHz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 Barg1 相比 888 的时候 CPU 的效能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提升 除了在基础性能上就跟 888 差不多之外 近年的各家手机厂 造了 888 的前车之键后 全部的调校都变得相对保守 也让 Barg1 CPU 最终的效能释放并不算好 而这一次再度拉高频率 加上台积键制程的加成 结果究竟是如何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 GPU 部分则是维持表现不错的 Adreno 730 在 Barg1 上几乎翻倍的 GPU 表现 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 接下来 邦尼就直接进入基础的效能测试 带大家来看这一次 SM8475 的实际表现如何 依照惯例 还是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测试平台 SoC 采用的就是高通最新登场的 SM8475 搭配的是 18GB 的 RAM 以及 512GB 的 ROM 毕竟还是 ROG 的工程机码 基础规格还是直接拉满 系统版本则是 Android 12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手上的机台毕竟还是工程版本 在散热上还不是完全体 温度测试部分就给大家参考 首先是 Antutu V9 可以看到 ROG 的效能释放还是比较充足的 一举突破了年初 8G1 100 万分的表现 来到了 111 万5千分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得分的项目 CPU 部分 SM8475 跟预期一样 有着 13% 的提升 GPU 部分也有着 9% 的提升 看到 Kikbench 5 单核部分 拿下了 1316 分 多核 4225 分 相照起 8G1 单核提升了 5% 多核的提升则是达到蛮大幅度的 17% 接着看到 GPU 部分 在 3DMark Wild Life 当中 拿下 10425 分 提升来到了 9% Wild Life eStream 则是有 7% 左右的提升 而在 Geekbench 5 Compute 当中 提升也是 8% 左右 整体来说 单看基础性能 SM8475 的 GPU 提升大约落在 8% 左右 CPU 部分则受于更高的频率 带来 5% 的单核效能提升 15% 左右的多核效能提升 可以预期 在原神这种 CPU 频率吃好吃满的测试当中 SM8475 可以更从容地应付这种高负载的场景 看完了理论效能 接着 Bondin 就直接进行游戏实测 首先是中度负载的测试代表 PUBG M 在 HDR 极星帧率的测试结果 就是大家熟悉的一条线跑满 平均来到了 59.7 震 如果不熟悉测试的朋友 简单来说 这个表现就是大部分的主流游戏都可以顺顺跑满 我们拉出 CPU 频率来看的话 在 PUBG M 当中 主要的调度还是以三颗大壳为主 平均功耗则是落在 3.8 瓦左右 在中度负载下 跟邦尼先前测过的 8GN1 表现相近 温度也还不算高 正面 35.4 度 边面 33.3 度 不过在中度负载呢 接着就直接进入效能测试软体原神 ROG 的工程机在效能释放上还是比较好的 全程平均震数来到了 55.1 震 同样拉出 CPU 频率来看 ROG 在 Zen 8475 的调度上 整体还是比较保守的 不过相对的 我们直接测量机身温度 正面 41.2 度 边面 40 度 温度其实也不高 甚至因为这台是比较前期的工程机台 散热设计还没有完全上去 如果是完全体 大家应该也知道 ROG 的调性 到时候一定是散热堆满 然后可能再外挂一个风扇 如果频率还是这么保守的话 温度应该会太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S Zen 8475 达到平均 55 震的同时 整机功耗只有 6 瓦左右 而更有趣的是 邦尼有机会测到了 ROG 调照的另一个系统版本 这个版本就比较 ROG 了 平均 57.4 震 全程几乎没有大调阵 是顺跑的表现 并且在 CPU 频率调度上也变得非常积极 超大核跟大核几乎是全程运作 没有归起来关闭超大核的调校 并且整机功耗也只有 7.2 瓦左右 以 888 和 899 万跑满接近 8 瓦左右的标准来看 还是有所进展 不过邦尼认为 另一方面也是受于 CPU 本身的核心频率更高 在面对原存高货载下的表现就是会更好一些 但无论如何 即使是保守的效能调度 6 瓦的功耗就能达到平均 55 震 体验相当起现在各家保守的 Barjone 1 还是会好上不少 最后就是 3DMark 的极限负载测试 邦尼手上的 RG 工程机 在 3DMark Wildlife Extreme 的压力测试当中 拿下了 88.2% 的稳定性 重点是 温度正面 45.5 度 背面 42.2 度 相当起从 888 开始 各家只有 60% 左右的稳定性来说 RG 的 8475 的表现还算不错 好啦 来个初步的结论吧 目前测试下来 SN 8475 在 CPU 的多核上 大约有着 15% 的提升 在原神这种 CPU 高负载的场景下 表现会更加游刃有余 可以预期到说各家的市售版 应该会有一波比较有感的提升 原神所有 30 震 所有 40 震的调校应该会变少 而在功耗上 目前测下来 中度游戏负载表现跟 Barjone 差异有限 中度负载的话的确来得更好 不过毕竟现在还是比较前期的工程测试 所以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项目 还有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还没有办法测 尤其 坐在 SN 8475 到达各家机台上的时候 又会因为各家的调校传生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到时候大家再回来看邦尼每一支手机的效能测试 就可以知道啦 好 以上就是邦尼比较初步测试 SN 8475 的内容 后续等待登录各家市售版本后 我们再一起详细来测 对了 邦尼要提醒大家一下 邦尼的Facebook 正在举行 20 万订阅回馈的企划 我们第一波会先收出手机、耳机 活动很简单,大家记得去参加啦 五个平台出五个奖品 欢迎大家每一个平台都参加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邦尼的支持 日夜测试、用数据以及实测结果带给大家来看 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得开心 邦尼团队会继续努力 也希望邦尼是值得你推荐的YouTube频道 这边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连结在底下,记得去看看啦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尼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Instagram抓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